腾讯体育室 从尤博威到亚运女团冠军,日本女队在用更多的冠军,改写着与谭江湖的歌曲,而曾经的霸主国女女队,只能从一场场战争中品味着苦涩,酝酿着下次爆发的能量,坦白讲,一笔三输给日本女团,虽然没能拖到第五场生死战,虽然第三场出战的和冰娇,没能在决胜局养住奥元希望,给女队更多的喘息之机。 但这个结局,已比我们预料中的剃光头要好,要更容易接受。 这不是一场阔代,至少打头炮的陈宇飞让人眼前一亮,这个曾经在由博卑输掉头战的女将颇有脱胎划骨之意,从她进场时的闹粪淡然,到场上压着山口吸满场就球的策略,从她不再基线的想计战术该如何发挥,到她已在主动的球星球变坐在场上的主宰者。 我们看到了陈宇飞的剑步,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剑步,这是低谷中爬行的国语女丹整体的剑步,这更是一个蕴含着希望的信号。 国语女丹不再是越人才,割得软狮子,从前不久来听世锦赛上和冰交的一路闯关杀到四强,再到陈宇飞如今的自我担当之战,看得出过去停滞不前,对于混乱的女丹在前行中找对了方向,并看到了希望。 这就证明,过去的努力没有白费,过去的学费没有白交,假以时日,相信陈宇飞和冰交和没有上场的高榜结合归队的李雪瑞,会让女丹彻底从低谷中走出。 相比之下,反而曾经辉煌一霸的女双有些飘摇,陈青陈甲一门从世界第一宝座走下来后总难,找了曾经的那份霸气,已不再是靠得住的最好答案。 黄东平胜宇也更是难拜奇兵的角色,在对阵日本女双的比赛中拜下阵来,决赛中,拜奇兵出展,有两种可能,要么是放手一搏,知道我们二双不管太谁都赢不了, 所以大胆出招,派出了黄东平正宇,要么就是当下的任何一队女双组合,都不太能让教练组满意,索性出其不意, 日本女双现在的整体实力颇有国语,当年雄霸雨盘时的情景,从南军市井赛决赛纠缠已久的决战就早至一二,当时奥运冠军组合都没杀进决赛,可见他们的人员配备多么齐整,板凳厚度多么硬势, 女双过去一直在拆队,重组,看得出女双教练组一直,也在想尽各种办法,但如今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两年的时间,该是稳定阵容,前下先来磨刀祸祸的时候了,如何还在纠结于阵容的重组,恐怕给队员们留下的时间和由此,带来的动荡会更久, 既然女单经历了断崖式的低谷如今已看到了希望,那就有充足的理由,相信女双能找到正确的方向,移动因为节点的话,当然不能任由着她们无限去地线,在寻找问其真洁的漩涡中,幸好奥运会没有团体战, 不过,谁也希望看到了的是像过去张明,高龄等诸多前辈缔造的火与辉煌那一样,经历考验和摸纳的小鬼们能重新举起,这不是一场让人悲观到骨子里的失望之战,失利过后,我们重头再来,转完蓝骨头。